菲律宾迈出最危险一步 国防政策巨大转变 采购中程导弹先进战机 企图在南海筹划一场战争 日前中国和菲律宾就南海问题 再次举行了双边磋商机制团长会晤 可以说近一年多以来 中国在南海局势上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克制 但最近菲律宾却跨出了最危险的一步 企图在南海筹备一场打不赢的战争 这两天美国要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的事 动静闹得很大 中俄在日本重兵集结 开始了一轮真刀真枪的对等反制 但大家不要忘了 菲律宾中程导弹的事情也还没解决呢 小马克思贼心不死 对中程导弹很有想法 今年4月份 美国在菲律宾首次部署中程导弹 7月份 在中国等多国的反对之下 美国宣布 最晚到9月份 美国将撤出部署在菲律宾本土的中程导弹 现在9月中旬了 美国撤没撤 还没有具体的消息 但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已经放话了 打算买一套美国的中程导弹 也就是说 就算美国在9月份之内把导弹给撤走了 回头10月份 11月份 菲律宾转头又买一套回来 然后光明正大的部署在本土 甚至还有可能 美国假装撤走了 等菲律宾付完前 又再公开声称这是正常的对外军售 走了正规的流程的 其他国家无权反对 总之 这种下三滥的伎俩 我相信美非勾连在一块完全能干得出来 因为美非双方都有这个诉求 美国想拿中程导弹来威慑中国 而菲律宾呢 则想用中程导弹来跟中国谈条件 在南海问题上 逃价还价 而且要是逃价还价不成 不排除菲律宾有想与死网破的可能性 因为美国的中程导弹系统 能部署射程达到15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 足以覆盖整个南海 甚至能直接威胁到中国本土的沿海地区 而除了中程导弹 菲律宾最近还在计划采购40架先进战机 按理来说 作为一个群岛国家 菲律宾空军作用是不大的 目前菲律宾空军最先进的装备 也就是韩国的FA-50战斗机 用来压制国内的反政府组织 还有恐怖主义势力 绰绰有余 所以又是买中程导弹 又是买先进战机 之前有消息称 菲律宾还要买印度的布拉穆斯反舰导弹 这一系列的动作都在说明一个问题 菲律宾的国防政策在近一年多的南海局势下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我们要做的最坏打算 就是菲律宾很有可能正在筹划一场战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美国的这条贼船 自小马克思踏上去后 菲律宾就再也下不来了 现在菲律宾在南海不断挑衅中国 局势越来越不可收拾 但美国却不为所动 除了喊两句美非共同防御外 美国没有任何实际行动 这种局面无疑是把菲律宾架在火上烤 因为就中国目前在南海 炖刀子割肉般的切翔肠计划 菲律宾是注定没有好下场 所以菲律宾到处采购武器装备 释放的信号就很危险了 小马克思想赌一场大的 强行制造一场冲突 甚至是战争 逼美国介入 以此来破局 这一点虽然可能性不大 但我们必须做最坏打算 就所谓 非国购武器不拦 局势紧张 隐换天 美非勾连怀鬼胎 中方许把 警心悬 好 这期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提供关注我们下期再见